不是我乱说 应该传网我是唯一一个用这种方法去改良土养 结果我发现虫子没了 细菌也全部消失了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将 到秋天,家里的植物长虫子了怎么办 有细菌怎么办 还有植物长不大 其实这些通通就跟土养有关 尤其是养花的旧土 家里的旧土很多朋友都舍不得丢 包括我自己 把他们把这些土养从楼下搬上来 真不是一个容易事 如果把它丢了 我还得把它搬下去 也不是一个容易事 所以我在家这些旧土 我会想尽办法的把它进行旧土的处理 土养的改良 很多朋友的土养改良 往往就是放在太阳底下晒 但是我不建议 为啥太阳晒不是里面的细菌 晒不是里面的虫卵 一不小心 那个虫子还会跑到大处的湿 而细菌更加难以晒灭 那么怎么办 是不是只能把它丢掉 不是的 您试试我的方法 您会发现百分百的细菌 百分百的虫子 全部消灭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已经处理了十天的土养 把这个砖块先移开 把这个袋子拿开 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因为我放在这里之后 我就没碰过了 你看 点免整成有点杂草在这里 一点点 其实其他的不会有了 这里也在长根了 我们再仔细的往下看 看看这里有没有虫子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虫子 我是一个虫子都没有看到了 一点虫子都没有 包括平时我比较烦 那些小白色的一个小虫子都没有 你看这虫子还是死掉了 看到没有 这虫子是死掉了 太厉害了 你看看到没有 死掉了 虽然虫子不是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死掉 毕竟在这里 这里已经处理了差不多十天了 这个土养先盖上 再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 平时怎么去处理这些旧土 这个砖块一定要压上去 要不这个袋子会吹到大幅度死 压紧 你看这里一箱也是 这一箱也是 那边也是 这一箱也是 全部都是这样处理的 旧土的处理的一共分为两步 分别是杀虫子杀菌 以及培养土养 改良土养 那第一步是杀虫子以及杀菌 一般情况 我们家里的旧花盆的土养 您都是一个小花盆装的 或者是一个大点花盆 还有就是秋天换下来的土养 是不是 您只要把它全部收集了 放到这个泡沫箱里面去 当然您家里有水桶 也是可以的 我在家呢 我是准备了六个泡沫箱 全部拿来收集这些旧土 当这些绣土呢 全部收集完之后 达到整个泡沫箱的80%左右 我就开始进行杀菌以及杀虫子 处理的方法呢 处理的操作呢 分为两步 第一步 我需要把整箱的土用60或者是70度的开水去浸泡 那哪里有60到70度的开水呢 其实您家的厕所或者是这个热水器里面就有这个70度的水 因为一般情况我会不会自己烧了 因为烧水太慢了 每次烧了只能只有几升的水 但是把热水器打到最高 直接把热水器打开 就能随便拿都能拿到70度的热水 直接就把它加满就可以 为什么只加当初的土养只加80% 就是为了把剩余的20%可以加满70度的热水 这个水呢 不需要存放很久 一般情况呢 等它凉快了之后呢 就水变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步 70度的热水区处理完之后 大部分的成年的虫子以及细菌都已经被消灭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进行第二步 还是进行杀菌杀虫子 这个东西呢 我们用到这个 这个叫做高蒙酸甲 也是我们很多水体处理 有很多朋友在家里养鱼养乌龟用的比较多 用这个东西进行杀虫子杀菌 用每个泡沫箱里面加入五粒加高蒙酸甲 直接放在原来的热水器 那个水里面就可以了 那个水不需要倒掉 这个会形成红色的溶液 对土养里面的虫子以及细菌 形成第二次的杀灭 高蒙酸甲是强氧化气 它号称养花的万斤油 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是无毒 没什么伤害的 只要你不是拿它来洗澡就可以了 然后把高蒙酸甲水溶液这样泡这个旧土 一般情况需要一个星期 这个水不需要倒掉 直接那里浸泡 有条件像我刚才一样 在上面覆盖薄膜 放一块大砖头 把整箱的土连水连高蒙酸甲 放在太阳底下去暴晒 这个暴晒的情况下 灵花盆里面的虫子细菌会全部消灭掉 如果家里没有高蒙酸甲 你也可以选择 用生死灰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当然我个人是偏向于高蒙酸甲 我们的土养在密封无光的情况下 很多虫子细菌就会死掉 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土给取出来 排空这个水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改良土养的 第二步我们需要往土养里面 加生加腐质质以及营养 我在家比较用的多 就是骨壳骨肛以及稻壳炭 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往里面 加点发酵好的黄豆肥 花生腐以及腐叶土 收饮粪粮粮等等这些物质 把它全部搅拌均匀之后 我就会用一个 那个巴林的大龙盆来装 进行第二次的发酵 这次发酵主要是为了让整个土养 变得更加的营养 而且我们把所有的土养 放到这个巴林泡盆里面 去发酵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用这种肥料 去取代自来水 因为自来水是会让土养板结 而且导致土养炎碾化的 但是这里面还有大量的有益菌 由于我们的土养 在上一步骤处理的时候 已经把里面的所有的细菌 以及虫子全部杀灭了 其实土养里面是缺少细菌的 尤其是有益菌 所以我们总需要用一个月 培养有益菌 培养土养 这个朋友可能会说 改良个土养要不要那么复杂 事实上在国外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农民 他们改良的土养 是远远比我这复杂的 比如种草莓 现在都要高温闷棚了 而我这种方法也是模拟了 那个农民伯伯的处理方法 高温闷棚 用闷的方式 用水的方式去处理 整个土养里面的有害细菌 有害的虫卵 也只有这样子前面处理 后面培育 这样的方式才能让整个土养 更适合来养花 我一改造完这个土养之后 您会发现土养会变得非常的肥沃 特别适合在家里养花做果蔬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问题 加我微信 我是佛山阿花江 感谢大家 拜拜